背叛婚姻 他策划了一场阴谋 为爱隐忍 他配合了这场闹剧 敬请期待 方圆剧阵 《威情夫妻经编版》第一集 其实我有些时候也搞不清楚 我对他究竟是爱 还是只是习惯 我挽回这段残破的感情 究竟是对还是错 安玲姐 你在听吗 在 我在听 你觉得我这么委屈求全值得吗 值不值得 要看你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如果你觉得和他分手 你会更加轻松 你会更加轻松 更加快乐 还是说 你愿意包容他的过错 给他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这样 你就不会觉得留有遗憾 如果答案是后者 那你就做你想做的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 若不能幸免 便义无反顾 你会更紧做的话 你就会更紧做得吗 你会更紧做的 那你能够做的 你会更紧的 满哥 您姐要看见了 又得说你了 是是是 我们家所有的东西 必须得帮个规规矩矩的 给我加点辣椒酱 一大早就吃这么辣的 不好伤利的 好 我自己去拿 小丽啊 你什么意思 谁给你工资 你就听谁的是吧 你您姐的钱不是我的钱 你倒是提心安理的 你唱什么 能不唱什么 一大早就让人不痛快 好了 好了 不生气了啊 小丽 以后注意点 您姐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怎么了 有点累了 想回宫睡会儿 昨晚又喝多了 睡在店里了 那个 有几个哥们儿 来酒吧喝酒 我又不能不喝 所以昨天晚上就多喝了点 现在还难受呢 那你休息再睡啊 舒服一点 好 你待会儿还要去健身是吧 嗯 怎么了 没什么 就问问 小丽 你帮我把健身的衣服准备一下 ười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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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运动裤 黑色运动鞋 好 人马上就出来了 你们做好准备 黑色运动裤 黑色运动鞋 好 黑色运动鞋 安小姐 见谁呢 安小姐 昨天晚上你老公 没有回来啊 你怎么对我们家的事 这么伤心啊 没有啊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你看我们做保安的 每天在这儿看着人 兢兢出出的 见到事儿多呀 有我这个眼前在的话 你可是不小心哪 谁让你耽误眼线啊 别别别 还小心 你看 你不能过河拆桥啊 你看上次还是我告诉你 你老公半夜回来 是一女送回来的 你到底要干吗 有话快说 你没什么 我最近打牌手气不太好 输了很多钱 以后我们家的事儿 你别管 艾小姐 喂 老婆 你又迷路了 来了 准备 你 顶住 快 快 去 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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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 停车 停车 怎么了 笨蛋绑错人了 绑错了 停车 动手 他 他 他不会是发现我们了吧 是 消失点 动手 你还没收拾 电话也不及 你还没收拾 你怎么晕倒了 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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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哪 鬼花终于醒了 你在家 你怎么倒路边了 老师交代 你在外头是不是跟我惹事了 我没有啊 我什么事啊 我 没惹事 我怎么会被绑架啊 绑架 谁绑你 不知道 反正 反正 我是被人 从后面 我晕哪 不是绑架是什么 难道他们想吓唬吓我 阿们 他们是谁 没没没没谁 没事 我刚才问你 是不是给我惹事 你说没有 你是不是赌钱了 是不是欠了一瓶债 是不是想拿往底债 这日子没法过来 离婚 别别别 老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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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你走走走 我我交代 老师交代 我就是前两天吧 又去玩了两把 一不小心就全输光了 就借了一点 一点钱至于放假吧 我 我估计啊 他们就是想吓唬吓唬我 不然也不会把你绑了又放了 怎么绑了算了 姐 你们可以走了 拜拜 拜拜 我们走了 你老这样偷看 小心被人发现 到时候把你当变态抓起来 你瞎说什么呢 你才变态 别看了 那女子好像不在 啊 不在 啊 反正我们见了会儿 不会啊 她平时不在外面过夜 今天出门的时候 也是去健身 没说出原门呢 还说不为错 人家的愚急愚动 你都那么清楚 太恶心了 太恶心了 他们要价两百万 说不给的话就撕票 爸 您说这可怎么办好啊 怎么办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人都失踪大半天了 你现在才真的来找我 你为什么不看法你啊 啊 要是我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不配让你好过 是是是 事怪我 可是 我真以为她就是出去玩去了 所以也没在意 可现在两百万 她 我从哪儿去弄那么多钱呀 我从哪儿去弄那么多钱呀 您您她 不会有事儿吧 报警 赶紧报警 报警 不行不行 这帮王匪穷凶饥饿的 也不知道他们是冲钱来的 还是冲什么别的来的 万一被他们发现 撕票了怎么办 况且 最近这段时间 爸的公司 不是被人检举了吗 税务上还正在查着呢 要是报了警 再被警方这么一查 说不定还更麻烦 这些都是小事 您您的安危才是大事 要是她有什么善事 我还怎么活 我怎么对得起她死去的妈 是啊 爸 我也不能没有您您啊 他们说 什么准备签 他们说 给我们三天时间准备 要陷阱 行 钱的事 我来想办法 要是帮匪再打了电话 你可千万要稳住他们 放心吧 爸 希望您您没事 买菜去啦 谢谢啊 买这么多呢 林姐昨天出去旅游了 满哥说 让我放几天假 我就卖了 湿的给她盆着 那是这天没见过 你说这个有钱人真是 任性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是啊 之前也没听林姐提起过 她要出去旅游 走了啊 谢谢 好好好 你们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绑架我 你们要多少钱 你们这样做就不怕我爸报警吗 你是不是认识我 你到底是谁 怎么办 马先生 出去啊 也对啊 安小姐去旅游了 马先生是应该趁这个机会 对吧 你说什么呢 没什么 男人嘛都懂 谁不是吃这碗里的 看这锅里的 有个小三小四很正常嘛 只要不被发现的 你干胡适些什么呢 马先生 不要紧张吧 我只不过有两次 看见马先生 被一个女的送回来 你要让我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知道 很容易的 你想要什么 我就是 最近手头有点紧 练了 不过我警告你 如果你敢对我老婆说一个咋 饶不了你 放心 一个字都不会说 来 马先生 上车 慢点啊 慢走啊 胡哥 这么点啊 力气都不够啊 胡哥再宽限几点 我说你小子 脚不大 偏偏穿大鞋 你接这么多钱 什么时候能还上啊 是是是 胡哥 你看 我们接触 也不是一两天了 哪次我没有连本代理还上呢 就是 时间可能拖得久一点 但是你看 您的力气 您一直收着的呀 说得也是啊 看一看这次 你又去哪儿想鬼主意啊 不过 我可等不了太久 一定一定 谢谢胡哥 你那个胡哥 你看 一人做事一人当 这个钱我肯定会还上的 你能不能 不要再去吓唬我老婆了 什么叫吓唬你老婆 你看 这个没人不做爱事 你不是找人 把我老婆忙了吧 什么 你们干的 胡哥不发话 我们怎么可能做那事 是啊 不是啊 那会是谁啊 看样子你小子 得罪的人不少啊 我还有事先走了 拜拜 对了 三天之内还钱 要不然啊 我可就不闻名了 钱准备好了 都在这儿了 现在就等 甭费了电话 希望您您 平安无事啊 谢谢爸 你一个大男人 连自己的女人 人都保护不了 你还能干什么 我浪费 我当初就反对您嫁给你 他偏不听 你说 要是我也没钱 拿什么救您呢 要是您没钱 说不定明明就不会被绑了 有什么意思 怪我吗 不是爸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你别生气啊 师父绑匪的电话 好快进快进 喂 钱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等会你就按照我的提示做 记住不能报警 我们求财而已 只要你们拿钱我们就放人 现在就出发 半个小时后到陆州公园 那然后呢 到了我会再跟你联系的 记住 只能你一个人来 记住了吗 好 快去快去呀 我在家里等着 尽量点啊 一定要保证您定平安回来 放心吧 爸 快快快快 安玲安玲 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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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安玲 安玲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啊 他们为什么上罕你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是我对不住你 让你担心了 没事了 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只要你平安就好 爸 没人像你对我这么好了 听到没有 你还说你做得够好吗 是 是 是 只要你回来 钱也损失点 就损失点了 这伙人也挺寂静的 辗转了好几个地方 才能把钱扔到那几桶里 是啊 完全不露面 应该是惯犯 还好他们言而有信 钱一到手 就给我收了 您您被绑的地址 等我这儿左思右想 还是觉得 这件事情 不能就这么聊了 爸 您这是要 你们想 怎么会忽然之间 有人惦记起咱家的钱来了呢 难道是我们得罪了什么人 或者是我的那些对手 逆名举报不成 又来绑架营营 反正 这件事情不差清楚 我这心里不踏实 我看 咱们还是报警 不能报警 不是 爸 我 我不想再想这件事情了 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可怕了 要是报了警的话 警察就会问来问去 查来抓去 永远都不得安生 就是啊 就是啊 爸 看来明明都已经有心理阴影了 再说 他们在案 我们在民 要是报了警 警察还没查出什么 被他们先发现了 指不定还会看出什么泄愤的事来呢 好好好 不报就不报啊 听你的 来 来 喝点人家水 来 喝水 安小姐回来了 这几天没见你啊 听说出去留了 满先生没陪你一起去啊 这关你什么事 他工作忙 也对 也对 还是那间运动服 小李呢 不想结外生枝 我给小李打电话 说你出去旅游去了 让他休几天假 还有电台那边 我也给你请了兵家 好 你赶紧去洗澡吧 把迷运都洗干净 好好地睡上一觉 好 我可是你爸 你为什么要这样了啊 对不起爸 我也是被逼的 我爱他 我爱他 爸 不要 不要走 不要 你别爱就差我了 我不爱你了 不 你是爱我的 你说你这辈子是爱我一个的 你赞开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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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 阿尼 回来 回来 阿尼 阿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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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出去 对 那个 都已经好几天没去酒吧了 去看看 也对 那你去吧 你去在家好好休息 我已经给小丽打电话了 说你已经回来了 叫她过来照顾你 那你晚上会不会回来吃饭啊 去吧 好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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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 他一定败� 柯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了 终于有钱了 怎么了 看你不高兴啊 这事我心里始终不踏实 什么做踏实 我看你还是不忍心吧 这看就挺难忘 想回头啊 你说什么呢 你说我都跟你做这事 我还有回头陆总吗 总之这段时间 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咱们也最好别见面 免得引起怀疑 我知道啊 真想现在就跟你援走高飞啊 慌什么 怎么着 也得过了这段风声再说了 一旦他们对我们起了疑心 还援走高飞呢 人家报了钱 咱们能飞到哪里去 我当然知道啊 等这段风声过去了 你就随便找个什么理由跟他离婚 咱们就能全身而退 到时候 我们就真的在一起了 哎呀 早知道你老仇那么大方 就该多聊一聊 差不多得了啊 你说我离婚就离婚 你非要整这么一处 行了吧你 你家内院要是知道我的存在 那离婚你不得净身出户啊 到时候我们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 万一以后再有了孩子拿什么养 我可不想让我孩子跟我一样吃 人家 你刚刚说什么 要有了孩子 我是说已经有了孩子 不对不对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怀孕 你说呀 算了 我也不想瞒了 是啊 我没怀孕 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 我也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上个月立下没来 我以为自己怀孕了 是我医生铁家子的那份 你有乱保护 所以我就帮了你的忙啊 你一直拖拖拉拉的 下不了决心 我就说我怀孕了病吧 你有孩子比我 你出这么爱钱 非要让我弄到这笔钱 才行是吧 那你就竟然是想跟我在一起 还是想跟这笔钱在一起啊 这不冲突啊 是啊 我骗你是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有钱了 我们可以好好在一起 我可以跟你生多少个都行啊 苏畅 苏畅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女人 你对我到底是什么是想 好 你知道我最想要你生孩子 要不是为了孩子 我也不至于做到这种程度 你终于说出你真心话了啊 说到底还是为了孩子 我对你来说只是个新孩子的机器 你老婆生不出来你才找的我 我倒是没有孩子你什么都不会做 你对我到底有多少真心啊 我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 就是一个地下情人见不得过 造成将来亏计则去的 你干什么 你终于说出来你真心了啊 是你自己说的什么都不要 只要跟我在一起 现在呢 你不仅逼我离婚 也还逼我保驾 我真心中了什么心 竟然劝停了你呢 阿姨 你当初是谁来跟我现一起啊 说自己婚姻不幸福 说被别人骂吃晚饭的 说阿姨压得你喘不过来气 现在你跑过来换我 我告诉你 你现在的问题不是吃晚饭 是幽容刮断有利不决 所以我才骗你帮你下定决心 要不然你永远偷偷拉拉的 我告诉你 如果安宁知道事情真相 他不会原谅你的 你又回不了头了 你一辈子都只能跟我在一起 可你 你就是个疯的 阿姨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说清楚 你必须减着 你必须减着 我hail frankly 决定不坏着 我还记得你 你必须减着 他才可以 你din他还不错 我一辈子 你还不错 你一辈子都只能跟我们在一起 喂 满意 满意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马上就回来了 等你回来吃饭呢 今天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菜 好 好 那你开始小心点啊 没问题 好 找谁啊 混蛋绑错人了 怎么是他 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啊 你不认识他 你在那边干吗 我们来找田晓军的 田晓军 田晓军 田晓军有人找你 田晓军 田晓军快点 谁啊 田晓军 你们怎么找来了 也不提前打招呼 你看 八哥 田晓军 可以啊 跟我不是失踪了 我哪敢呢 三天期限到了 电话不接 这一辈子啊 这一辈子啊 我 别别别别 别别别 你话好好说 我好好说 好好说 对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这个道理你懂吧 都懂懂 那 那三天 再给我三天时间 我肯定还上 我肯定还上 老公你别怕 别怕 老公在哪儿 走 走 我给你两天时间 如果你再不还钱 我们就没有今天这么客气了 一定还 一定还 好 小丽 去拿瓶白酒来 林姐现在这么好的性质 都喝起白酒来了 你满哥不是要回来了吗 满哥倒是有段时间 没回来陪你吃晚饭了 看吧 你高兴的 你说现在的男人啊 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家里好吃的坐着 也不知道陈先生在外面 忙了些什么 以后 你满哥回来的时间 会多起来的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没事 就那样吧 赶紧过来吃饭了 我都已经习惯了 没得你心里别扭 你怎么了 你怎么受伤了 没事 刚开车的时候 一个急刹车没注意 不小心转到发行盘了 小丽 去把药箱拿来 好 小伤 没事的 不行 得消消毒 伤点药才行 不然会感染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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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我干吗 没什么 就是觉得 就这么一点小伤 你这么紧张干吗 你这么紧张干吗呀 当然了 我不紧张你紧张谁呀 我被绑架的时候 什么都不怕 就怕再也见不着你了 我才知道 你对我太重要了 我这一辈子都不能离开你 你也不准离开我 所以 以后我们都要好好玩好不好 好 我也反省了我自己 我的强迫症是病得治 以前你在家一定太压抑了 是吧 你不至于 说谎了吧 不至于 让你回家越来越晚 整天待在酒吧里 哇 那个我是 好了 今天就都翻篇了 不管以前是谁对谁错 我们都忘掉过去 重新开始 就像 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生意 对了 你不是说 想把我爸和冰小区的那块商业拿下来 打造一个娱乐中心吗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居然关机 混蛋 苍姐 怎么了 没什么 你快进去招呼客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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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